來 請教王來看這邊 昨天喔 我看我自己拍的那個影片 結果昨天不是說這是集合的寫法嗎 上面那個叫列曲法嗎 後來不是說請同學嘗試著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寫那個描述法對不對 後來好像這個是教堂上來寫對不對 那我們好像說 欸 這樣寫也可以 其實我後來回去看一下 這樣寫 不可以 你們都沒有發現 我也沒有發現 為什麼不可以 會這樣寫 可以嗎 是不是這樣寫可以 一點點可以知道 不是 同學我問你喔 這個集合是由3-x所構成的 x是什麼數 正整數 然後x大於等於0 小於等於2 而且x是正整數的話 代表x只能取多少 1跟2啊 那你取1的話這裡這個元素是2 那你這裡取2的話這個元素才是1 這樣子的話是 所以要寫整數才行 所以如果其實這樣寫 就是說變成是 沒關係這個是很正常的 我們這個地方其實應該做更正 他昨天這樣子寫的話 這裡也是不太正確 來應該如果要改的話 剛才那個同學講的 這裡應該要改成x屬於z 來x屬於z 來x屬於z 好 你就這樣寫 喔這是發誤道歉 不用擔心嗎 不要關心就是 切腹自殺 有這麼誇張嗎 寫錯而已 寫錯而已 其實沒有發現錯誤這樣叫切腹 如果小事都不可以容忍的話 會如果是算是大 你們的觀念為什麼會這麼偏差喔 我都不認真 都是無話教材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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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x屬於z 現在我要寫一個key 這個key 你寫在你的筆記板上 沒關係 我這裡分享一個我個人學習的心得 我認為邏輯喔 Hello 邏輯喔 Logic 它是研究 來 它是研究集合 邏輯 OK 這句話喔 它還寫上去喔 這個我覺得喔 作為一個高中生喔 我覺得你對這句話要有很深刻的體認 我覺得邏輯跟集合其實他們是密不可分 邏輯他其實是在研究集合的包含關係 其實很多學生他根本不知道 對這個東西是沒有感覺的 就是他會覺得反正就是學了一些想法 但是他不曉得我們學邏輯 其實是在研究集合的包含關係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我先想看 要怎麼樣用比較直觀的方式 讓你們去理解這個概念 譬如說我現在用集合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的話 我先考慮一個大的集合 我們在考慮任何問題的時候 最大的那個集合同學你知道我們稱為叫什麼集合嗎 母集合 母集合不是叫羽集 沒關係我之後再重新講一次 好假設這個很大的集合 這個很大的集合叫宇宙大集合 叫做宇宇宙大集合 這個叫做這個集合 是所有地球人的集合好不好 舉個例子 我看 什麼地球人 好不好 好就整個地球 那可以吧 然後 裡面有一個他的子集合 算是考慮裡面一個集合 我叫做宇宙大集合 地球人 很像韓國人 然後這兩個集合就這樣 還好啊 不要嘴 好 不要嘴 不要嘴 來 考慮一個比較小一點的集合 韓國人 韓國人 沒有 我們找一個跟我們切身比較相關 中國 這個叫做 這個集合叫做 韓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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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同學我這樣講好了 我現在看我們有學過命題對不對 等一下你們有學過樣子 這樣講好了 我說如果 如果你是小基本人的話 如果B 折怎麼樣 U 折A A的話是 同學來 同學我跟你講 如果你是小基本人的話 同學你是不是一定是基本人 同學B這個集合 注意 B這個集合它是包含在A這個集合裡面 同學你要知道 這個邏輯的推論 其實跟集合裡面的那個包含關係 有非常密切的一個連結 我覺得這個你應該要把它搞清楚 如果B那是不是折A 你是小基本人 那你一定是基本人 同意這個看法 對 對不對 同學 同學 我們之前好像也有跟你談過 來 這樣子講 小金門人這個叫B集合 那不是小金門人叫做什麼 Bプラム Bプラム 那我這樣講 Bプラム 地球人是這麼大的集合 那不是小金門人的話 我現在就是它的外面 B小金門人這樣子 現在這個紅色的部分 你看喔 對不對 這個我把它稱為叫做 剛剛有同學講Bプラム對不對 我把它稱為叫做非B好了 就是不是小金門人 是這個集合 紅色的這個斜線的部分 這樣可以嗎 那同學 不是金門人 那這個集合應該長怎樣 應該是在這個橘色的外面有沒有 好 這樣 來看一下 這個叫做非A 或者叫做Aプラム也可以 那現在我要同學來看一些事情 同學B本來是包含在A的裡面對不對 那如果考慮非B還有非A的話 你覺得本來B比較小 A比較大 B在A的裡面 那如果現在考慮非B跟非A 同學我問你喔 現在如果考慮它的 那個叫什麼 這個其實叫做補級 叫做余級對不對 同學這個非B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時候非A它是包含在哪裡 非B裡面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非A其實是包含在非B的裡面 導過來的 導過來的對不對 這關係是不是導過來 對吧 本來比較小的變比較大 比較大的變得比較怎樣 比較小 所以從這邊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來 如果 來 來 非A 怎麼樣 你知道現在這個東西要怎麼寫嗎 如果你不是金門的 同學 你看喔 本來是如果你是 你一直一聽喔 如果你是小金門人 那你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金門的 那現在你知道這個要怎麼寫嗎 非A包含在非B裡面 所以現在這邊應該寫什麼 這樣子這邊應該要寫 非A 然後這裡應該要寫什麼 非B 同學你知道在邏輯上 這個東西是這樣 如果你是小金門人 那你一定是金門人 那你就要知道這句話什麼意思嗎 如果你不是金門人 那你就一定怎麼樣 不是小金門人 對不對 換句話講 同學這個在邏輯上 這兩個 它的會怎麼樣 如果上面這句話是對的 下面這句話也會怎麼樣 也會是成立的 它也是對的 這個東西喔 我們邏輯上常講 若P則Q 有沒有 若P則Q 這也是一句話 同學這個 這個我們稱為叫做命迪 對不對 對 其實你該看一下去年初教 我的那個影片 好 這個叫命迪 來 同學這個P叫做什麼 叫做前提 同學這個Q叫做什麼 叫做結論 若P則Q喔 你知道 它的意思 它的應該講等價嗎 它是若非Q怎麼樣 則怎麼樣 是若非P喔 好 同學這個東西喔 邏輯上 我現在盡量 我現在教學是這樣 我不想講太多太深入的數學理論 我盡量用一種直觀的方式 讓你去接受這件事情 可以嗎 這樣講都夠直觀 可以吧 我盡量 盡量直觀 這個要怎麼講 我想想看 我去年暑假 我用什麼例子 小學我應該有講過 這個數學上的命迪 若P則Q喔 數學上的前提一定是真還是假 真 數學上的 數學的前提一定是真喔 那如果結論也是真的話 來 同學 我之前講過 那個前提是真 結論也是真 那代表說這個命題是一個真的命題 對不對 那真的命題 誰有毛病 來 再來 同學如果前提是真 但是結論是什麼 假的 欸 前提是真的喔 但是結論是假 那這個命題就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假的命題 同學那假的命題我說過 真的命題你要貴正 假的命題你要貴怎樣 對 要會找反例 要會舉反例 要會舉反例 找反例的命題是很重要的 那個時候數叫我舉什麼例子 欸 有人還記得嗎 想說 記得他 我想想看喔 你講說 A平方加B平方大於0 所以A加B大於0 是嗎 我正舉那個例子 我現在看有沒有比較簡單的例子 來 若 如果AX大於5 則 AX一定怎麼樣 大於3 為什麼這個同期 可以對不對 對 AX比5大則x一定比3大 你從集合的觀點來看 可以把那個訴線畫出來 AX比5大是在這裡 我們把書憲畫出來 好 那x比三大是在這裡 那你從這裡會發現一件事情 或許你從集合的觀點來看 後面的這個範圍是不是蓋過前面這個範圍 就是說前面這個範圍 它其實是後面那個範圍的一個指集合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洛P則Q這件事情 它是正確的 你從集合的觀點去思考這個問題 它是正確的對不對 那如果像這種要找反例的 我想想看我那時候舉什麼例子 我那時候舉的例子好像是這樣子 說如果x的絕對值怎麼樣 大於5 則x怎麼樣 大於3 對不對 我記得我好像是舉這個例子對不對 而且x的絕對值如果比5大 那麼x一定比3大嗎 不一定嘛 所以你如果從集合的觀點來看的話 來 我們畫一個書憲 而且x的絕對值比5大 比大的大 或比小的小 在書憲上它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要比5大 或者比誰小 比3小 比3小 比負5還要來得怎麼樣 比負5來得小嗎 可以齁 那比3大的話應該是指這個部分 OK 好 那現在同學我問你 後面的範圍有沒有蓋過前面的範圍 沒有 前面的範圍是不是是兩邊的 那後面的範圍是不是只有蓋住這一邊 所以我那時候是不是講過 你要找反例要從哪個方向去找 要從它沒有被蓋住的那個地方去找 反例在哪裡 在這裡 還記得嗎 所以那時候我們講說反例 譬如說你可以找誰 譬如說找x等於多少 -6 -6 或者-7 對不對 反例是不是就很容易找出來 所以你看當x等於-7的時候 -7的絕對值比5大 但是-7有沒有比3大 就沒有了 這個詳細的內容 這個可能還要再 你還要回去看一下之前暑假教的 現在這個我只是稍微跟你再提一下而已 有吧 這之前講過 有講過 好 那有講過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的筆記 我們就來談課本裡面的一個問題 來這個題目 來這個題目 來這個題目我幫我把它寫在你的筆記上 你的筆記上 你也大紅 來 禮拜五的早上很累 下午就沒吃 你們不是禮拜五的困定要考那個嗎 考博問啊 考上很累啊 你們只有禮拜五考博問 其實我覺得禮拜五 國文課除了考試之外型態就還好 國文課除了考試之外型態就還好 國文課除了考試之外 一個禮拜五也可以爽 也是老師唯一一樣上課 也是老師唯一 老師就可以講一些 我上課之後 一個禮拜就只會上課 來 來 來 這個題目 哈囉 哈囉 來 這個題目 是一個蠻基本的問題 這個題目 而且給他兩個讚可以嗎 這很基本喔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想法 很基本的問題 列出這個集合的所有的什麼東西 只集合 對不對 對 好 那列出這個集合的所有的只集合 我現在要來問同學幾個問題喔 首先喔 我這樣講喔 這個 同學我問你喔 你覺得集合可不可以比大小 不行 不行喔 為什麼 因為 你不知道 就是說以前就有學生問過這個問題 他說老師兩個集合能不能比大小 他要比的是哪一個 比的是哪一個東西 好 那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來 同學你看喔 我們列出這個集合 這個集合裡面有三個元素 對不對 找出他的只集合 大家都知道 我這樣講 你先評估一下我這樣講對不對 最小的只集合應該是 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 叫做什麼集合 空集合 我們在定義空集合的時候有講過 空集合是任意集合的什麼 只集合 所以我們要考慮這個S 這個集合的所有的只集合 我們第一個步驟應該要先考慮什麼 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 對不對 不含任何元素 一度 這不是一度 這第一個步驟 那為什麼不寫 我喜歡啊 你關我那麼多 來 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是誰 是空集合對不對 好 那同學你知道 我們考慮問題 是先從最極端的情況開始考慮嗎 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是空集合 那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我們來考慮什麼 恰怎麼樣 一個 對 恰一個元素的集合 恰一個元素的集合你覺得有幾個 有三個 譬如說可能是集合多少 集合A 對不對 恰含A這個元素 或者是集合B 或者是集合C 因為所謂的集合就是說 這個集合裡面的每個東西 都要在這個S這個集合裡面都找得到 所以我們講說 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 這個是空集合 恰一個元素的有三個 那接下來要考慮什麼 分類討論 第三個步驟 要考慮恰幾個元素 恰兩個元素 恰兩個元素 來 同學恰兩個元素的集合有幾個 也是三個 譬如說你含誰 A跟B A、B嗎? B 然後B 這兩個元素 或者是什麼 C、A 這兩個元素 是不是也有三個元素 那可以嗎? 什麼呢? 那是什麼是 C、A 同學 那第四個 第四個 該是什麼樣子 恰含三個元素 恰含三個元素的集合 同學你知道自己本身包含在自己裡面嗎? 對嗎? 自己包含自己嘛 所以我們知道 恰含三個元素的集合其實就是誰? 就是他自己 好 那我剛才一開始有講一句話 我說最小的子集合是空集合 那最大的子集合是他自己 可是這句話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你會想注意一下 對 所謂的最小最大 如果我這樣講這句話 是不是代表說集合可以比大小 可是集合真的可以比大小嗎? 我覺得這只有一個想法就是 你說 就是集合一概就像是一群羊一樣 一群羊 對 我的集合比你大 意思是說我的羊比你多 意思是說裡面的元素 不管是兩次兩歲、三歲、四歲 我的羊的知識就是比你多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兩個集合比大小 我們不管裡面的元素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只管它的數量多寡 對 因為它沒有這樣子就乘起來 或是加起來之類的 所以你認為說 OK 你的定理的想法是這樣 對 OK 然後老師就很問 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同學可以想一下 那 同學我問你喔 來 我問你一件事情 看我的面子 同學我問你 它的集合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對不對 它是不是總共有八個 你知道這八個 其實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想法去思考它 你在旁邊寫一個key 來 你寫一個key 這個key 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想法 什麼意思呢 同學我有三個元素 A、B、C 哈囉 仔細聽喔 三個元素 A、B、C 每一個元素 我都有選跟不選 兩個選擇 你聽懂我意思嗎 選跟不選 就像你今天一個袋子裡面有三顆球 你要從你那個袋子裡面去拿球 每一顆球都有選跟不選 如果你的手跟哆啦A夢一樣短 可能一顆球都爬不到 就是都不選 就類似這種感覺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喔 如果三個都不選 A不選 B不選 C不選 你知道它對應到哪一個集合嗎 空集合 就什麼都沒有拿到 對不對 那如果是圈、X、X 或者是什麼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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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選到A、選到B、選到C 這種就是下一個元素 聽懂嗎 那如果你是什麼 圈、圈、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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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如果選到兩個 那是不是就A、B、B、C、C、A這個情況 那如果三個都選 那如果三個都選 同學是不是就是你自己 瞭解嗎 所以同學你看喔 每一個都有選跟不選的都選擇 所以是DOTA2 乘DOTA2 再乘2 所以變2的幾次方 三、四次方 總共有幾個元素 有八個 對不對 是不是有八種情況 你看是不是對應到這八種 夠直觀嗎 夠直觀嗎 夠 可以嗎 就每個元素 就是A、B、C 就是有選跟不選兩種選擇嗎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選過那個樹狀圖 有沒有 有嘛 就比如說A這個元素 我問你 它有選跟不選 來 圈或X對不對 來 那輪到B的時候 是不是又有選跟不選 圈跟X 你們小時候有學過這個樹狀圖的概念嗎 對不對 然後輪到C這個元素 它又有怎麼樣 選跟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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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選跟不選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看 把所有的情況都列出來 總共幾種 1、2、3、4、5、6、7、8 是不是八種 都有選跟不選兩種選擇嗎 那它每一條路徑 是不是都剛好對應到其中一種情況 OK嗎 很簡單嗎 好